河水民警抓获一名在网上贩卖淫秽视频的嫌疑人段某 经查段某通过QQ群从昵称为某某开开出 购买了104部淫秽视频转手贩卖 他觉得有利可图将此事告诉女友狗某 狗某也以同样的方式在QQ上传播贩卖段某购买的视频 民警于3月22日17时许 根据段某公认的线索 在河水县乐城国际一饭店内将狗某成功抓获 目前查扣该二人涉案手机二部 淫秽视频一千余部 二人军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清阳公安提醒请广大网民朋友 正确健康的使用网络 对于淫秽色情的电子信息 要自觉做到不点击 不下载 不传播 从自身做起 共同维护文明安全的网络环境 这个也是个笨贼 是吧 穷地方 甘肃的吗 现在谁还通过这个渠道来搞这些个东西 评论 那这个某某某某某某凯有没有被抓呀 某某凯凯是啥玩意的 违法犯罪把老婆也拉上 不会嫌牢房里孤单吧 再说都关进去 也不会关在一起呀 网络上有多少直播的 以及资源站 想不通 会谁会去买这个东西 最讨厌有这种小孩的视频 有小孩吗 微博热每天热评里都有卖小电影的大学生 真的不少也没见有人管 好